结束海外慈亲干部言行以及全球慈亲日 来自于十个国家一百多位的海外慈亲同学 留在花莲参与了志工服务 他们来到了荣民之家关怀长辈 带来年轻人的热情还有活力 活泼的舞蹈加上歌声 在南非慈亲的带动下 大伙和长辈们互动零距离 经常到老人院服务的南非慈亲 看到荣民之家的爷爷们身体硬朗又乐观 直说要把健康长寿的秘诀带回去 其实当我回到家 我会确保他们生活健康的生活 所以他们会保持强 就像我们在台湾的舌头 尼泊尔 对 尼泊尔 对 妹妹他们从尼泊尔过来的 尼泊尔跟南非啊 对啊 语言不通靠着翻译也能给予关怀 三位来自尼泊尔的慈亲 是强政后慈激人在灾区 接引出的年轻志工 虽然一度因为海关问题 延后来台时间 他们克服了困难 除了发心学习 也要将受到的温暖传递出去 我非常愉快去参加 我认为它会参加简单的 但是我来到这里 我学习的时间 我学习的方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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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非常愉快 爱心跨越国籍和肤色 海外慈亲把握假期 走入人群 让青春岁月不空过 做一位欢喜付出的热血青年 戴新闻正善美志工 苏惠志 李玉莲 花莲报道